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6月24日 巴西逆转哥伦比亚锁定首明周四早上 每周国家卑分组赛B组再次上演焦点大战 巴西对阵哥伦比亚 双方一来一回十分激烈 哥伦比亚上半场首先发力 组安古亚达杜助攻雷斯戴亚斯射入精彩道挂金钩 哥伦比亚领先一球进入下半场 下半场巴西开始发难 尼玛射门击中门注 随后雷兰洛迪助攻费明弩头锤破门追和比分 伤停补时阶段尼玛角球助攻卡斯米路完成绝杀 最终巴西奋力反击2比1逆转 伦比亚获得比赛胜利 比赛开始 哥伦比亚先占据场上的主动拳 比赛出断手先取得入球 10分钟 组安古亚达杜右边路传中 禁区内雷斯戴亚斯道沟破门 巴西0比1哥伦比亚 随后巴西开始展开反扑 双方拼墙也变得十分激烈 37分钟 巴西右路发动攻势传入禁区 尼玛头锤百度 理查列尘头锤宫门顶偏 半场战罢 巴西暂时落后0比1 一边再战 52分钟 加比尔谢萨斯撞强势配合后 左脚镜射 提球直飞看台 55分钟 泰亚高师滑远距离长船 尼玛凌空电射被没收 56分钟 尼玛左路内切后远射打偏 65分钟 费明弩脚后梗精彩船球 尼玛过调门降射空门中柱 78分钟 雷兰落底左路船中 进区内费明弩头锤破门 巴西1比1哥伦比亚 90分钟 巴西准备最后一击 尼玛脚球助攻卡斯米路头锤破门完成绝杀 帮助巴西最终2比1逆转击败哥伦比亚 锁定小组第一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就是我们的最大鼓励 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